很多人試了各種各樣的方法 還是不容易懷孕 像應該很多人去看吳醫師 教訓師 都是想要尋求 有沒有機會可以生一個孩子 對於這樣子的朋友來說 最終就會走到什麼 室管嬰兒這個部分嗎 其實還是要看比例 因為畢竟我們在不孕症的治療當中 其實還是按部就班 除非說一開始就知道說 你檢查的過程當中 它就是室管管就是不痛 這種不痛你人工也不行 就直接跳成做室管 如果說其實檢查起來 狀況都還算OK 沒有特別的問題 事實上還是先從算時間 然後開始做人工 人工不行 一般現在大概建議兩次到三次 真的不行的話 可能大概做室管會比較好 因為畢竟剛剛有講過 年齡越大 你的懷孕率就會下降 基本上你一直等一年 兩年過了 你的懷孕率其實越來越差 當然我不敢講說做一定會成功 但是畢竟年輕做 你的成功率還是會比較高一些 當然最後如果說都不成功 你真的放棄了 說真的還是有運氣不錯的病人 會自己懷孕 但畢竟那是少數 尤其是說在做人工或者是說室管之前 因為我們身體就是開始在走下坡 所以經過了這個做了一個 譬如說吃了排卵 要打排卵針之後開始進入人工 它其實有部分也在耗損當中 我們會建議說像這個時候 尤其找一下就是把身體調理起來 包括我們的運動 包括我們的飲食 這個部分 有人減肥什麼東西都不吃 這個卵就長不出來 甚至於還有卵潮還會縮 月經都不來 營養不出 這個也要注意 所以這個時候 不妨做一做我們的 中醫的一個療法以後 你就發現再去的時候 你的卵是什麼 雖然我只有三顆卵 但是我的品質是好的 那你還是有機會的 而且會很大的機會 是 種植不重量 對 因為我自己是用人工受孕 才生孩子的 做了第一次的時候 去照肚子裡面的卵子 醫生說你的卵好多 十幾顆耶 白白胖胖的耶 結果 咚咚… 所以就是 品質比較重要對不對 也是很重要 幾顆到還幾次 因為我們也只用一顆啊 是不是 都是只用一顆 對啊 那就有這樣子衍生出來 在國外有些藝人 名人 他們就在年輕的時候 把這個卵子 儲存起來 這個在台灣是合法的嗎 其實目前還是算合法的 是合法的 這種概念事實上 不應該說推廣 但這種觀念其實是OK的 就是說 那這個是怎麼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就牽涉到說 我們在座試管嬰兒的 一個療程就是說 我要用一些排卵藥 其實大家都知道嘛 那就讓它多一點的 軟泡跑出來 當然希望就是越多越好 因為在取的過程當中 希望說 我至少這個週期沒有用到 我可以放到下個週期 那一個卵子冷凍就是說 它沒有結婚嘛 沒有結婚的話 基本上我就是 取出來的卵 我就馬上把它冷凍起來 那個卵也要漂亮 這樣才要取得好啊 那那個卵 取出來那個卵是長什麼樣子啊 其實就有點像 大家就有點看就 珍珠奶茶那個珍珠 就把它蛋黃 蛋黃跟蛋白是要濃縮 濃縮… 濃縮到很小很小很小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一顆圓圓的 外面 但蛋白沒有那麼多 但是基本上 蛋黃很大 對… 品質好的就是用牙先戳它 都不會流出來這樣 原則這樣好 跟選蛋一樣就對了啦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時間點 我們把它冷凍起來 冷凍起來 其實它就是有點像是時間 它要冷凍在幾度 就是液態蛋白 要負197度啊 對… 就讓它終止它所有的活動 等到要真的像 譬如說它年紀大 譬如說它三十歲冷凍 它四十歲真的想懷孕的時候 它的卵子 事實上還是三十歲的 但是目前階階段 那個卵子的一個冷凍在結凍 它的懷孕還是不比就是新鮮的 是… 新鮮的總是比較好 對 就是你受精完 然後它已經受精成功的那種卵 對 OK 好 那我們就來了解一下 高齡的媽媽懷孕 還是會存在一些風險 那提醒觀眾朋友 其實如果你現在正是高齡 然後在懷孕期間 有一個部分是要特別注意的 我們來看看 來 有一些合併症的產生 有哪一些合併症 在高齡產婦的部分 那以高齡產婦來講的話 一般來講我們就種瓜來說 大家可以分幾個部分 當然還有更多的 那合併症的一個增加 就是像譬如說高血壓 糖尿病 妊娠糖尿病 那還有像包括 像所謂的子嫌前症 其實這種是一種像高血壓併發症 那還有就是像胎盤剝離 像甚至像早產 流產 所以我們大概隨著年齡的增加 它會跟著上升 那相對來講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說這張錶也是一樣 就為什麼說 為什麼34歲 35歲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說 以剛剛講的像高血壓糖尿病 或者是像寶寶出生體重比較低的 或者是像早產 胎盤剝離 胎盤前痴 這些病發症 事實上大家可以看 從30歲到34歲以後 其實真的就升高了 所以為什麼說 我們定義一個高齡產婦 是從34 35歲以後的事情這樣子 OK 所以如果說 自己有高血壓或糖尿病的病症的話 在懷孕期間是不是也要特別注意 當然在你在懷孕前的時候 就要預防這個部分 譬如說我們剛剛提到 體重的控制先調好以後呢 不然你看我們三個月就會 如果說你的懷孕是前中 中三個月 前三個月 後三個月 平均大概會12到15公斤 可是通常都會大一點 大概就16公斤過去 你本來體重就這麼重 或者是已經過重了 你就會發現 你很容易得到 潤層的高血壓 甚至由高血壓變成 潤層的一些毒血症 就是會尿蛋白粉高 娃娃都 你的體重很重 可是娃娃生出來很小 甚至於過輕 這個也會危害到 小朋友的一個生命 好 那個子嫻前症是 它一定要原本就有高血壓的病症 其實分兩個狀況 一個是剛剛像主持人說的 如果它本身就有慢性高血壓 它的確是比一般人容易 併發就是子嫻前症 如果說它本身沒有的話 一般我們定義是從 之前沒有 但是在懷孕到20週以後 我們去做篩檢 其實事實上就是 每次就是產檢嘛 產檢過程當中 我們去做一些檢驗 在20週以後發生高血壓的話 事實上就算是一種 高血壓的合併症 但是這個時候 還不一定是所謂的子嫻前症 到達就是 它驗尿的時候有發現 怎麼有蛋白尿 表示說它的血管出了問題 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就叫做是一個子嫻前症 這個其實發生的話 子嫻前症算是 高血壓併發症最常見 那事實上也是大概 孕婦最常見的併發症之一 但是生完孩子之後就好了 對 其實這個疾病是有一點 非常的蓄積性 應該是說 在發病的時候 它事實上可能 每個人病程不一樣 時間點也不一樣 嚴重程度也不一樣 但是一個 綜合起來的一個共通點就是 只要生完小孩 胎盤剝離之後 剝離 它就好了 那麼在營養的部分呢 對 其實高齡產婦 在要懷孕之前的準備 在飲食部分非常重要 尤其是現在外食人口 幾乎占一半以上 外食的部分就會造成 所謂的一個 蔬菜裡面它含有很豐富的 所謂的葉酸的部分 所以我剛才在講說 如果你真的準備要懷孕的話 其實在所謂的三道運 就是你準備要懷孕的前三個月 到六個月的時候 你可能在葉酸的攝取上面 要足夠 那葉酸跟所謂的一個風險上面 所謂的胎盤剝離 流產 早產這個部分 如果你不足夠的話 可能就會有影響 好 以蔬菜來講的話 我們通常一盤的蔬菜 其實它的一個葉酸量 是非常非常的低 正常的話一個成年人 女性的話 她在如果不會懷孕前的話 一天的一個葉酸量是 如果你是一盤蔬菜 其實非常少 除非你要吃很多很多 當然我們還是鼓勵吃蔬菜 但是現在有一種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要做一個 就是孕前高齡產婦 減少它的風險的話 其實你可以找所謂的 婦產科醫師 像找張醫師 他可以幫你做 所謂的一個葉酸劑的一個補充 還有些 婦產科醫師他會先投 先給 就是說還沒懷孕之前 就先給葉酸劑的補充 對 因為葉酸其實跟所謂的 你之後懷孕之後 你的胎兒腦神經管的一個發育 是有相關性 如果你不夠 會造成腦神經管發育的一個病變 所以其實這個葉酸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要提醒就是 真的是高齡又想懷孕的 葉酸在什麼食物當中 攝取得到 是大家都知道 大概第一期都是胖在媽媽 都是胖在媽媽 就甚至於如果你第一期 有些人他是噁心嘔吐 他沒有辦法吃很多的東西